那是因為很多車主都有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他們第三台電是全電動的 然後會有遇到電腦儀表板會顯示說 電動車椅有的沒的問題 現在可以加入頻道會員 一起來當贊助商 支持真心話不冒險 我們今天來到桃園的青埔 今天有一個好朋友要來分享他的愛車 小公 今天這個車子真的大有來歷了 這個應該是我目前看過最大台的休旅車了 沒看過這麼大台 X7耶 這個應該目前市面上沒有幾台的 我曾經在某個停車場看過 通常都是大老闆在拍的 沒有,我們在努力 在努力 光是他現在這個車頭 我上次看到哪一台 他那個車,他這個鼻孔到下面來有沒有 對 這個看起來比較正常一點 你這個是什麼50i還是70i 40i 40i 那他最入門就是40i了 40i的全部都是標配 對 好,那因為他是比較高階一點的車款 所以他這邊都有一些鍍鉻的材質的點綴 那其實車頭,他這個就 BMW的車頭都長這樣 但是他非常的寬耶 超寬的,應該超過兩米 大輪框這幾吋啊 22 22吋啊 這原車的嗎 然後側邊呢 他這個同色烤漬 這邊又有一個鍍鉻 據我所知啊 包括我自己 我們車主機都會怕那個 摩托車場的一些 哦,性高 對,所以其實我們一上車 第一件事就是先降車身 降車身 所以你避震器有去 沒有,他原廠就是那個電子避震 哦,電子避震 直接按下去他就自己這樣 上車第一件事就做這個事情 哦,氣壓懸吊 對,氣壓懸吊先降 然後側邊有這個踏板 這也是原車的嗎 對,原裝的 全部都原車 然後後面的部分他就 因為他這個 這台是不是有七人座 對 5加2嘛 所以他第三排是有座位 所以這邊會變得比較方正一點 對 哦,真的很巨大耶 你站在他旁邊 你會覺得說很像那種 保姆車 裡面他坐著什麼明星有沒有 可是我跟你講 他其實 有點騙人 有點騙人,為什麼 看起來很大 看起來很大 但是他的寬度跟X5是一樣 1比1 長度當然比X5長大 只是說 我們在行駛的時候 有時候看到一些小路 或是不曉得過不過去 X5過得去 他就過得去 對 那這怎麼看 我們看一下他的 可以這樣踢嗎 我其實從來沒有踢過 沒有踢過 沒有踢過 那他這個一樣是兩段式 電動的耶 電動的,你看 然後再按下去他就 沒有,他是一樣 這一顆 直接這樣 很酷喔 他這個行李箱的容積 因為他這比較方正 他這個地方坐得比較方 所以他比一般的休旅車 感覺大很多 但是就是 第三排坐起來怎麼樣 你來老實說 曾經有180公分 因為我大概180 怎麼叫曾經180 不是啊 曾經有超過180公分以上的 185以內 他坐第三排 覺得還OK 其實也不會頂到頭 真的假的 對啊 因為他的車高 確實是比一般休旅車高的感覺 對 而且因為他就不像鞋背款的 鞋背款的 後面就是一定會脹下來 一般的休旅車 現在都坐得太流線 所以就是說 會犧牲掉一些空間 還有後座的高 第三排的高度 那我們現在在行李箱空間這樣子 我們來去看一下他的後座 但是我們小公說 第三排 以180的人 坐起來也還OK 喔 果然是高級車 全部都包皮的感覺 還有車縫線 這邊都包皮 然後整個質感 BMW質感 我們直接坐進去 哇 光是這樣看 就覺得很大台 有那種坐大漆的感覺 因為有時候 我會再漲備 再漲備 這坐起來真的很寬 而且他這個 這個後座的躺的程度 就是整個躺下去的感覺 很舒服 而且他的後座是電動座椅 後座也是電動座椅 而且你看我的腳 這太扯了吧 我是伸直的 而且他高度非常高 他幾乎就是 完全頂到我的膝蓋 這裡再住一個人 絕對沒問題 寬度非常好 而且他 出乎意料 他的容器的面積沒有很大 對 大概五公分左右 很特別 一般的這種 BMW休旅車 或者是一般的房車 這邊都超級高的 對不對 我們開 灌一下他的這個 喔 德國車 嘿嘿 然後這個是 有市區的橫紋空調 這個可以 個別調整他的 溫度 頭部空間非常好 然後你說這個 他應該是有選配 是可以裝 這是什麼 充電啊 他是有選配 你可以裝電視啊 這邊可以選配裝電視 然後這邊有USB 好像淘寶是有在賣這個 直接卡上去 就是電視 對啊 因為我們用不到 長輩在後面用不到 進來了 因為他的車高非常高 所以我們要有一個腳踏板 這樣踩上去比較方便 然後整個跟後座的這個 也是一樣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真的是高級車才有的 這個按下去 這一個可以控制副駕駛座 對不對 然後上面這一個 是連後座都可以控制 你可以在前座這邊控制你的後座 然後他這個層次非常多 除了包皮以外 他這裡還有這種木紋飾板 這非常的沉穩 非常好看 這一個是腰夾 可以夾住你的腰 他一樣有這BMW的這個 腿部延伸 非常經典的腿部延伸 來 我們啟動它 PUSH START在這裡 哇 水晶排檔頭 原廠標配 原廠標配 馬上這個方向盤 方向盤就降下來 到你的這個駕駛的坐姿 然後全數位的儀表板 全部這邊都是包皮的 整個質感非常好 然後一樣有配抬頭顯示器 然後這 其實這一座就跟新世代 G世代的好像幾乎都長這樣 G世代都長這樣 這邊也是差不多是這個樣子 只是說變寬 螢幕在這裡 這個幾度幾度在這邊調整 摸起來質感都非常好 有一個全景天窗 其實這個尺寸非常的大 光是這片玻璃 可是它 是可以開的 沒有 它只能開這個 然後它第三排也有一個天窗 第三排也有天窗 你現在看過去第三排有一個天窗 好酷喔 所以等於說 它不是只是玻璃屋底 它是可以開的 對 這邊可以開 中間這個可以開 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實際上路去試開看看喔 我們就Let's go 回來了 回來了 我們剛剛呢 就是開著這台車 四處去繞一下 那這車子 這麼大台 其實它的高速穩定度 我相信應該不是有什麼太大的 所以我們在市區 尤其是現在接近下班時間 有沒有看到 五點多了喔 下班時間來開這個車 更能凸顯這個車子 它的輕快輕盈的感覺 因為B&W 這個業務每次都說 我們的車子叫做人馬一提 Nice 這是人馬一提 這麼大的車 我們在路上這樣走 雖然一開始開還是覺得怕怕的 因為它的車款比較寬 然後車長將近五 應該超過五米 所以這個車子在路上 一般如果你光是聽到它的車子 還有這個規格 你開就會怕 你光是聽到就不敢開了 說真的 但是我剛剛這樣開 大概讓我熟悉 跟習慣了20秒左右 一樣是架輕九手 一隻手操控 然後這個車子的整個外觀呢 它是做得比較方針一點 所以內部的空間 尤其是後座的頭部空間 讓你覺得 怎麼跟其他的SUV不太一樣 因為其他SUV以我的身高 181公分 是有可能撞到頭的 就是頭髮會磨到 它這個還很高耶 然後舊車主剛剛講 第三排如果做180公分以上 它的頭部空間也還OK 我是沒有想要嘗試 但是那個空間聽起來是還OK 因為它的外觀要做到 就是空間要做到 符合這個車車格的需求 所以它的設計是比較方針 有些人比較喜歡這種 看起來粗獷的感覺 車頭也是現在 BMW 一看就這樣是 BMW 鼻子現在越做越大 那動力的部分 因為它這台是3000cc的 40i 動力上面也非常的順 再加上它有48V的輔助 它在停紅綠燈起步的時候 也沒有讓你覺得說 那種很重坡的感覺 反正非常好開 然後配上它這個 非常平價好的變速箱 換檔非常順暢 沒有讓你覺得重坡 絲毫沒有覺得它是一台 應該要兩噸多的一台 龐然大物 那操控更不用講 因為剛剛講人馬一體 在這種很多車子的下班時候 開這個車子你很快就上手了 不過開這小段路 無法凸顯這台車的特質 我們實際請車主來分享 我們小公 嗨嗨 還有昆明這個妹是什麼 是誰啊 怎麼會忽然多的 這個是你妹是不是 對 女朋友啦 出去都變乾妹了 這個 有差一點年紀 這個小公還有他女朋友 那剛剛就是稍微的 我開了一下 我覺得這車子跟我 原本預想的不太一樣 我原本以為它應該是會像 S-Class很長 然後你就會怕東怕西 好像就可以到 剛剛這樣開 我大概習慣一下子 馬上就上手了 這是BMW的特性嗎 因為我BMW有開過蠻多台的 X3、X5都開過 然後當時我是完全沒有想到 要開X7 你沒有想到要開X7 完全沒有 只是剛好看見 看我怎麼那麼喜歡 怎麼那麼喜歡 然後試乘之後發現 天哪這個太好開了 你會不會當時會覺得 X3跟X5 X7好像大了一個超大的尺寸 你會不會怕開起來會 你就是比較 不是這麼滅烈 這麼俐落 會不會擔心這問題 所以就是我剛剛 試了以後馬上就 疑似乘主顧 對就是我們會被它的外觀所騙 所以 所以很難開 等一下那我再問你一個問題 你說你對這個車子 一見鍾情 但你對女朋友有沒有 一見鍾情 這時候講有就對了 其他的就不用講了 所以剛剛就是這個車子 其實一開始沒有想到是它 就是去看到有這個車子 然後試了以後就上手了 那我剛剛聽你講 好像是屬於這個二手車 那你那時候買 是三年左右的二手車 19年的車 然後那時候是幾年 幾關 三年 開始出頭彎 十豬彎 大概四年三四年左右的 然後開始出頭彎 這樣這一台 排價 新車價大概多少 新車四八多吧 四八多 那你當時買多少錢 兩百多 兩百多 對 CP值很高 兩百多萬 買到一台 大頭雞的賽車 對啊 因為那時候本來是想說 買 因為我之前開F15的X5 對 上一代 然後本來是想說 X5實在是很好開 想要再買一台G4買的X5 後來就看 看到這一台兩百多 其實 好像沒差多少錢對不對 沒差 直接升級X7就對了 但是你在開這個車子的時候 有沒有人覺得你這個年紀 好像這個車子不太適合你這個年紀 有點像大老闆或者是司機 你坐在這裡 會有這種感覺 原本就認識我的人 應該不會 不會 原本就認識我的人 如果是因為 就看 認識我之後 然後才有人知道我開這台車的會好奇 因為這個車子 如果它是7系列就更像 但是休旅車好像還好 沒有像那個7系列那種 腳車好像 我是司機 我是在機場接送 沒有人開這台機場接送 不過最多人應該好奇的不是 你買 你剛聽你好像什麼X1 X3 X5 還有什麼Pemera Pemera 還有什麼640 你好像很多車 沒有 就喜歡換車 喜歡換車 因為我的觀念是這樣 反正你買什麼車 你都是會折舊 那就找車灌好的車 然後開個一兩年 新完就開兩三年 反正這都是會折舊 那就當作每年給自己的成本 就是折舊就是成本 算一算如果負擔的起那就好 負擔的起或負擔不起也很重要 我們比較好奇的是 那你是做什麼工作 怎麼有辦法負擔這麼高昂的車 我們是就 在坊間的定義 這個叫做 孫心靈老師 孫心靈老師 對 那以這個國家的標準來講 我們就是顧問培訓 顧問培訓 就是我們公司註冊 就是註冊顧問業 所以意思就是說 你是在做心靈成長課程 是這意思嗎 對 或者是那種激勵課程 激勵我不太會 那你可以先幫我心靈成長一下 所以就是工作上面 有一點點成績 然後可以想出來 套賞一下自己 然後升級一下這個車 對 因為真的也不曉得 可以有什麼東西 買了換了會覺得開心 沒有其他的嗜好 不喝酒 不跑酒店 不像那些狐群狗黨 一天到晚約你去什麼 越南去泰國 你都不去對不對 如果說有朋友 有這個身心靈課程的需求 你一般都是什麼樣子的 這個對象 對象 因為我在這一行大概20年了 那你說對象 真的這世代差異很大 以前對象基本上都是 是一對一嗎 還是說課程 課程一對一 那個是個案 所以你意思是說 如果有公司需要 替員工做一些心靈輔導 公司通常找我是因為命 算命出價 哇塞 這邊蠻好算一下 很快的這個辦法 我是先算命 然後後面慢慢的就變成 就是接觸心理學 然後就被定義為 叫身心靈老師這樣 唉唷 我真的開了你這台人馬一提的車以後 忽然覺得我身心靈提升了 昇華了 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我們自己做這行的 我們自己心靈也要 感覺到付出啊 真的 跟他講話非常的舒服 所以如果說 有這方面的需求 就直接跟你聯絡 你怎麼聯絡 有line 或者是什麼嗎 可以有官方上 我們就直接附在這邊 大家有需要的話 直接跟小公聯絡 你繼續講一下這台車 這才是重點 這個車子的 感覺你已經開一年了 現在的里程數是多少 你開了多少年 開滿多 四五萬 已經開四五萬公里了 沒有 這四五萬是都在後面 這位小姐姐還是說有去 因為我們車隊也會環島 有時候環島 你不用再解釋 你再解釋 越解釋越奇怪 就是已經開了四五萬公里 應該有一些心得 你最想跟大家分享的 這一台車 最大的一些優點 有哪些 可以分享一下 優點就是 如果要買X5 如果我覺得要買中古的X5 以下的行情來講 如果我們要選擇中古的X5 那真的可以直接考慮X7 因為它看起來雖然很大 那說實話 我真的不覺得有任何困難 因為首先 我覺得如果我們開進口車 基本上已經會把機械車位都給去掉 因為機械車位 你就會掛上輪框 那就算是X5 機械車位也進不去 有一些高度限制 就算進得去 你都會怕 所以 你開進口車 基本上機械車位 我們都已經去掉了 所以應該不是停車都沒有這種問題 最多人擔心是停車問題 一開始買都會擔心停車 那因為我這台車可以照一下車 其實我一上車的第一件事情 我就是降車身 降車身 因為它氣壓懸吊 可以把車身大概降多少 得算過 但是1.8以內 就是可以降到1.8以內 對 所以一般的車庫應該進去都沒有 全部都可以進去 所以氣壓懸吊有這個好處 所以最大的優點就是 它如果是中古的 跟X5差不多錢 可能會比X5多一些錢 但是它給你的心靈上的慰藉 不同等級好不好 所以讓你CP值更高 那除了CP值高以外 還有什麼其他優點 空間 因為那個就是買在這一定會有 我覺得最大的還是心靈的慰藉 因為說實話 心靈老師講心靈慰藉 因為我不是一個有空間需求的人 大部分都是我一個人開 或是站過女朋友 幾乎都這樣 沒有面子 不是去跑趴那種 沒有 跑趴開這個 靠人家有點伯愛的司機 如果要講的話 超空性 超空性很好 可是你本來就是 你本來就是BMW的這個車迷 你感覺你開過很多車 沒有 我跨過很多車 Bowen我也開過 Bowen也開過 我沒曾經是車友 Effinity我也開過 然後那個 英式當然也開過 然後 保時機也開過 所以這幾個 這幾個品牌 還有車系 你叫起來 BMW真的是有 人家講的那個 業務講的什麼人馬一體 這個強項的 真的有 就是操控特別好 那操控好 這也是他的 每個人都知道了 不要再講這些 包養他的 講一些這個車子 開他四五萬公里 有沒有什麼你最不能忍受 或者是缺點 或者是能夠改善 改進的地方 說真的 對我來講 我覺得沒有 我完全找不到他的缺點 但是如果今天 有人買這台車 他有常常會有第三排 做你的需求 我強烈不推薦 所以你的意思是 假如我是看中他的第三排 對 那才來選這個車子 你反而是不推薦 不推薦 為什麼呢 因為他要開啟第三排的 那個時間長度 大概都要快一分鐘 你在那邊折那些椅子 沒有它是電動的 所以你還不能折 還不能折 所以每一次我只要 真的一群人出去 我們這樣 人家都不知道跑哪裡去 你還在折 對對對 所以他第三排這個比較慢 那除了這個咧 還有其他 沒有 好我來問 BMW這麼大台 一定耗油3000cc的 耗油對不對 差不多一公升可以跑多少公里 因為我都高速 這樣大概一桶油 大概抓700公里 一桶油大概幾公升 將近80公里 因為我都是大概一次加70公升左右 所以大概 10 這樣平均下來高速10 這個油耗你可以接受 1 2 怎麼講呢 如果你要單純在這樣接受 我相信你有幾個人可以接受 但是呢 當你開在路上的那種 你把那個加乘進去之後 我覺得這個是你 要可以去負擔的 你開這個車 你會不會特別想把那個窗戶打開 手放在這裡這樣 像那些 冬天窗戶都是打開的 讓人家羨慕的感覺 沒有啦 反正就是油耗還好啦 因為這麼大的車子 你考慮這麼大還可以油耗 那我再問一個 美冷的保養特別貴 這個有去原廠保養過嗎 有一次 大概多少錢 小保養 小保養大概多少錢 也沒多少錢 因為就是6-7坪機油 也帶1萬塊上下 1萬塊上下 跟其他的遮子差不多 其實都差不多 因為保養就是這些 保養就是這些 那有一些可能比較大的耗材 那我們就會選擇外廠 那你去外廠保養 小保養大概多少錢 我覺得也還好 因為我自備機油 而且一樣6坪機油 然後機油信用用 就算我機油都給他們用好了 也有 不及六七千塊 所以如果找得到好的保養廠 其實可以省很多錢 開這個車也沒特別大的壓力 應該是這樣 有 而且你剛講一個缺點 我沒有想到 但我覺得這個 我沒有遇到啦 但是因為很多車主都有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他 因為他的第三排座椅是全電動的 然後會有遇到 所以我覺得 我難道現在都沒遇到 你沒遇過 但是有人有遇過那個 非常多 這樣子 這是他的一個 可能通病之類的 對對對 可能後來他們有軟體更新 所以大家這一次沒遇到 了解 好喔 那缺點差不多這些 那我們剛剛聽了 我們小公分享他如何 泡馬子的故事 所以我們最終還是要來個 真心話不冒險 什麼是真心話不冒險 就是小公你講真心話 讓對這個車子有興趣的人 不會冒險買錯車 所以你在講真心話 假設再回到去年這個時候 對 一樣的預算 一樣的考量 一樣是要去看BMW的X5 對 你依舊會選擇這個女朋友嗎 你好像頓了一下耶 肯定的 肯定的 對 我是說選這台車啦 什麼女朋友 所以依舊會選擇這台車嗎 對 一樣喔 OK 女朋友也是啦 在後面拍照錄影 好 所以就是最終還是 那你又推薦 剛剛講說 想要買X5的人 直接就升級成X7這對 當然還是要看每一個人的狀況 那如果我覺得在能力 可以稍微負擔情況 因為說實話 我自己買車 我是不用貸款 那岳父這樣算起來 其實差沒多少錢的情況下 那X7揚起來真的不會比X5 沒差多少 因為你曾經也是X5的車主 應該這樣說了 沒有X5也開了快10萬公里 你真的很會開 OK 那我們今天感謝小公的一個分享 最終呢 他還是會再選這台X7 你的選擇是不是也是這樣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喔 我們期待有更多人 來一起支持真心話 如果對於這個 心靈成長課程有興趣的 也可以跟小公給我 我們下次見囉 感謝小公 感謝他女友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出國在外語言不通怎麼辦呢 請問這附近 有什麼推薦的晚餐可以吃呢 請問這附近 請教你這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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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大阪町的階段 有名的拉麵店 請教你這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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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阪城旁邊 有一家著名的拉麵店 有一家著名的拉麵店 請教你這附近 支援超過100種語言 有外籍看護也非常推薦喔 歡迎參考第一則留言 請教你這附近